第一次的解決 嘿大家好 我~~是SKY 在這裏呢 雖然晚了幾天 但還是祝大家农曆新年快樂啦 這一次是Deandre Hunter 和Dyros Garland的新秀觀察 這裏先說啊 這系列我很重視 所以每一名球員都會看很多比賽才寫稿 也因此要出片至少都是一週起跳到兩週啦 所以還請大家耐心等待啦 好的 那麼以下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正題吧 作為一個大零星秀 Diangry Hunter的基本觀念和基本功 開技時其實超乎我預期的 原先我認為他的爆發力不好 會影響他在人B的切入 而確實也有不少時候啦 能看見他連常人錯維都過不了的尷尬畫面 顯示出的擔憂倒也不是空穴來風 但新秀年看下來Hunter的切入腳步意外的好 能善用假晃 磁探不點動作搶到第一步的空間 在入邊接應切入時也非常能抓對手補防的時間差來突破 且切入後雖然左路明顯較為不順 但至少能做出基本的變相以及變速 這次都顯示出他有很好的基本功 同時良好的基本功和基本觀念 也讓Hunter來接應後具備切傳的視野 不論給弱邊射手 發現進去空檔都不是問題 雖然不能說是空球前鋒 但至少絕對是很好的團隊球員 能確定進攻不會停滯或死球在他手上 即便目前判斷力還是不穩定 但依照這個視野 未來開發出良好的接應持球是可以期待的 只是隨著賽季進行 他上限有限的事實仍逐漸顯露出來 至今三個月便沒有什麼明顯的進展 甚至這個月 已經有點被Cam Radish超車過去的感覺 Hunter的終結能力是他目前最大的問題 3分Q診數本季有36%的命中率 乍看之下算是合格 實際上穩定度卻是起伏很大 不是每場穩定的36%命中率 而是經常一場70% 然後三四場10%命中率之類的 所以整體來說 目前的Hunter 人是不穩定的接應射手 問題是他不投選擇切進去 其實命中率也沒好到哪 上面說了Hunter的切入腳步是不錯的 但進入進去後的終結 卻是非常的慘烈 切入上的命中率僅39.1% 整體切入終結命中率也僅43.6% 這部分上他比較大的問題 反倒不是新秀常有的對抗性 Hunter並不畏懼在切入後身體碰撞 主要的問題是終結是缺乏爆發力和彈跳力 加上天生放藍手感並不柔軟 多數時候仍略顯僵硬 種種因素導致他身體接觸下的上藍品質很差 同時上藍的多用心也是極低 就是簡單的單手上藍或挑藍 且左手終結也還很不穩定 因而踩出他右邊上藍路徑 往往就能迫使他亂丟終結 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一起來 都把Hunter的模板定為羅奧丹的原因 正是因為他有體能和手感這些先天限制 讓他很難成為上層的切入武器 頂多也就只是多功能類型的三當家或二當家 也於是Hunter要進一步提升進攻的影響力 第一 三分Cajon Shoe持續提升命中率是必要的 第二 就是得要練好中距及停或拋頭 以掩蓋他體能上的劣勢 發揚他身材上的優勢 至於第三 其實除了Hunter本身以外 我是覺得老鷹的體系多少也限制他的發揮 因為這一季老鷹幾乎就是101招外圍擋拆手遞手 Hunter的進攻定位不是在底角接應 就是從底角繞上45度角後接應打第二波擋拆 而這也是他目前技術外無法妥善應付的任務 也由於這樣的戰術設定 他也幾乎沒能運用身材優勢去做空階破壞 這個呢 是我覺得最可惜的部分 而這一點有沒有解答呢 我想就不是我能去預測的了 得看老鷹教練Loyed Pierce 未來打算怎麼定位他 再來除了進攻以外 Hunter也還有不少問題值得一談 首先是籃板 一名雙挑34號的球員來說 Hunter的場均3.8籃板真的是少到讓人髮指啊 從進階數據來看 他的5.8%籃板率 在身高67寸或以上的球員中 是全聯盟倒數第六第一的 且前五個人除了J.D.Osman以外 都是純射手 更別說Osman是有雙塔的7式籃板數據 老鷹則超級需要Hunter幫忙爭搶籃板 而Hunter的籃板到底為什麼會這麼少呢 我看下來應該是因為他的卡位意識沒有特別好 經常想要靠身材直接衝搶 但爆發力頻頻卻往往讓他搶輸 或是都要抓到球了 卻被後面衝進來的後衛給撈走 而防守上呢 作為上機NCA最大方異彩的防守者之一 Hunter的新周年確實展現出不錯的防守基本功 但過掩護面對碰撞等等部分上 中間還是得要適應NBA的強度 因為單方球型時面對到刺探布 假謊 總之就是各種荒人動作啦 Hunter都還蠻容易有反應 直接被騙掉 只能說年輕人終究是年輕人 不過這些都是序列後可以改善的 或是經驗問題 都還好說 比較需要擔憂的是橫移速度 這一季看下來Hunter抗敏捷度 或爆發力好一點的3號球員時 顯然對他來說就會有點吃力了 所以Hunter要成為口外那種無差別的防守所 恐怕不太可能 即便老鷹還有Radish 這個能守外圍的潛力所 但明顯這季兩人就在同時在場 也很難像原生御型那樣 Cover掉Trade的防守劣勢 所以要把防守鞏固到理想狀態 預計未來還是需要補進 護匡威力足夠的中鋒才行 整體來說呢 Hunter已經算是高過選秀時的期待 他也很好的完成度外身材 如果把中距離的運球 腳步 攻擊手段 以及切傳判斷練好 有不小機會成為更優版本的羅電 只是Hunter還有最後一個疑慮 那就是他的積極度 當他手感很好時 他在關鍵時刻還會有出手的意願 但當他手感普普或手感冰冷時 基本上比分咬很緊的時候 我幾乎都不會意識到他在場上啊 因為他就是一直蹲在弱邊 拿來球就喘 這個問題我想除了老鷹體系 吸收掉他的發揮空間以外 Hunter自身打法太過團隊 很少會想要主動跳出來的作風 也是原因之一 而這個呢 不知道未來會不會進一步 縮減他的發展 最佳案例就像Tony Snell 當年也曾備受期待 但自帶隱形功能的作風 最終讓他成長完全不如預期 尤其對比起旁邊不斷進步 展現競爭心態的Radish 呃... 只能希望Hunter多自立自強點了吧 而說到這裡或許你會問 那老鷹的第四周會選他 現在來看是不是沒有那麼值得啊 老實說呢 我覺得... 完全不會 好吧 Hunter看起來之所以沒有那麼驚豔或值得期待 是因為他高完成度低天花板的安全牌屬性 而老鷹去年之所以選他 也正是因為他種了安全牌的屬性 去年的第二梯隊除了他以外 Cover White Garland 都是養不好就會變成空氣的球員 只有Hunter Nice Body加上3D功能 那他再怎麼亂養 都至少能用 而且正是因為先搶下他這枚超級安全牌 老鷹才敢在後面選下原本被認為高機率是空氣的Radish 而Radish現在把潛力完全打出來 這本就不是當初能夠預料到的了 更不會是老鷹用第四選Hunter不值得的理由 Hunter現在展現出他完全能補上Teyron Prince 被交易的戰力空缺 勾手兩端也能提供球隊很好的基本盤 這就是老鷹當初選他的原因 並不是順位越高潛力就要越高 只要這個選擇當初預想的需求有達到 我想不論順位高低 這個投資都無疑算是成功的 Darris Garland在半季看下來 一直有兩個人的身影不斷浮現在我腦海 第一是他的變速加速真的超級無敵像Jeff Tick 第二是他的外圍投射球風 則非常像隊友Brandon Knight 恩對 當然是只攻入時期的時候好不好 說真的啦 這兩人巔峰時期都有摸到明星級水準 所以你也就不難知道我的Garland 多少還是有些期許的 首先先快速帶過Garland的防守 反正基本上呢 他誰也守不住就對了 即便整體看起來Garland其實算是有在拼防守的 因為四處奔波補防鋪防 單防也算積極 且不會隨便下手犯規 這次看得出Garland 在新教練John Billard眼鏡激烈的指教下 防守的基本觀念都算建立得還不錯 但基本上呢 他還是誰也守不住就對了 沒辦法啦 矮就算了爆發力又不強 只要第一部沒對上 後面完全就沒有任何機會啊 所以其實未來絕對好好想想 要怎麼透過測一群的補強 來幫忙cover他的防守烈勢 進攻端上Garland展現出很多潛力 卻也仍有大量的問題帶解 首先他有著可能是本屆最佳的運球多變性的掌握度 變速加速這些節奏切換做得非常的優秀 切換的既俐落又迅速 搭配上以假亂真的假頭真切動作 以及流暢的變相Prossover 因而Garland的切入突破以新秀來說 其實破壞力算是很不賴的 要積在你條骨頭的畫碼 大概是他的動作太多 有時反而會流於累贅 想做太多假動作 不僅沒有實質意義 反而還會錯過最佳的過人時機 像這裡Garland 先是加速減速後做一個假頭動作 其實這裡Garland的重心就已經騙到前傾了 如果這時他直接加速左切過去 應該會有個不錯的機會 結果Garland又做一個假裝左切 再拉回去右邊的動作 反而讓Garland回到好的防守位置 失去了原本過人的意義 同時這裡可以注意到Ferguson下來協防 服務一點Osman有大空檔 但Garland卻選擇硬是墊布往裡面鑽 最終導致球被剝掉 是的 從這個片段中除了多余假動作太多以外 還能看出Garland的另一個問題 那就是天生的傳球視野有限 Garland很明顯的是一位攻擊型控球 他不是不能傳 也不是沒有視野 當他沒有完全擊中看籃框 有在尋找隊友時 雖然視野還是比較局限在正前方 發現弱邊射手的能力較不穩定 但依舊能穿出不少好球 做出讓人驚艷的判斷 加上他流向的運球動作 假如他願意也能保持運球 替隊友創造出很不錯的空檔 可是整體來說 Garland啟動切入後仍是看籃框優先 而這樣的習慣 也讓他經常錯失掉 第一拍最佳給球的機會 像這球Thompson 很明顯有一條直達籃框的路徑 但Garland只注意著 拉出拋投空間沒有看見 這裡Garland切入後 Sexton有一個很好的空切跟進 可惜Garland一樣沒有注意到 再來這裡 Axton在弱邊有明顯的空檔 Garland還是沒有發現 且不只是傳球視野 Garland在整個控場的判斷能力 以及空球走位的意識 這些進階點的能力上 也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像這球擋拆後 Love有明顯的錯位 Love自己也指了Othman 應該是希望Garland傳過去 讓Othman再把球 倒進去給第一位錯位的他 但Garland大概是覺得 7秒有點太敢想自己解決掉 畢竟他也有錯位嘛 可是他切入後 明顯已經引來弱邊的血防 Thompson有一個中距離的空檔 他也還是沒能發現 最終於包夾停球後 把炸彈丟給Othman 拆彈失敗 而這個配中 Garland第一拍又橫向運球 吸引來的弱邊血防 創造了Othman的三分空檔 但沒有看到 第二拍這裡其實Hanson 有一瞬間的Roll-In空檔 Garland還是沒有看到 第三拍Axon幫他吸走了防守者 就是Garland 有一條wide open的空間路徑 或是他也可以沿三分線往下移動 去創造空檔 但他卻選擇這樣的原地看戲 導致以為他會跟著球流動的Axon 把球給傳出界 這些片段顯示出 Garland並不是一名純控球 他目前的傳球意識 大概介於一般攻擊空位和雙能位之間 就算傳球磨到頂 應該也很難達到非常理想的水準 畢竟他終究視野也還是沒那麼廣 所以他要把威力完全發揮出來 勢必就要把個人得分爆發力給練好 而這個部分上 Garland目前唯一一樣穩定輸出的得分手段 是三分Kitchen Shoe 命中率有39.2% 空檔的三分把握度也有39.6%的水準 但剩下舉凡需要運球後才出手的得分模式 Garland就全部都非常的不穩定 拋頭是他切入後最常使用的終結方式 可是會不會進 基本上 欸...就完全是看當天手感啦 會進的話就是怎麼拋怎麼有 不會進的話就是空檔多大都不會進 且據我看來 Garland在急停或較複雜的運球後 直接拔起拋頭時 命中率會更為低落 顯示出他大量運球會節奏變換後的出手 穩定的玩姿勢 也還需要繼續磨練 再來作為一名射手型後衛 Garland另一個很常使用的得分方式 自然是Pull Up 他非常擅長融合刁端的運球隊友的掩護 去創造出自己的急停跳投機會 雖然命中率也像Pull投一樣 完全看當天手感啦 但準起來的時候 那個腳步加上那個射程 真的是很犀利啊 只是更細觀來看 Garland的Pull Up 有著容易重心失衡的問題 後撤步 後仰跳投 單腳後仰 這些比較難直上直下出手的方式 他的命中率清一色都非常好看 但經常在擋柴或變相Cross Offer後 急停時 他就會出現往左或往右 失去平衡的現象 這種時候他的命中率就會非常慘烈 甚至會投出大麵包 而這要修正 恐怕也有好一段路要走啊 至於禁區上籃終結上 Garland倒是意外的不差 其實大量擋拆的系統 加上他優秀的變速能力 讓他經常能創造籃下的挑籃機會 不是創造錯位直接單打的機會 並且拉桿 高擦板 反手上籃時的手感非常出色 讓Garland直接攻擊籃框的效率 與新秀來說其實是很不錯的 但身材劣勢中就是擺在那裡不會變 這使得Garland就算創造出了好的機會 也還是常被補防蓋鍋 同時他左手上籃的穩定度 也明顯要右手有段落差 很多右手能把握的上籃機會 左手都會放槍收場 所以整體來說 Garland好疑問有潛力 雖然得分上 我想還是需要1-2技來磨練 但養成理想的話 他有機會循著Tick Knight的腳步 在技術漫入成熟騎時 成為場軍18-20分的得分好手 但是 But Jot The F**king Medic aside 喔 好久沒有講這句話 傳球直覺上的不足 身材上的硬傷 體能上的限制 讓他很難成為球隊真正的王牌球員 假如騎士 沒能找到更好的核心球員 Garland很可能會成為那種 個人數據好看 球隊戰績卻仍然暴死的類型 同時大雪已經受過大傷的他 絕對得要注意身體的保養 畢竟兩位模板前輩 都印象導致爆發力流失 早早在當打之年級嚴重衰退 爆發力對當中很吃變速能力的後衛 真的是非常重要 Garland身材更差之下 要是爆發力再削弱 直接消失在聯盟 我也不會太意外啊 當然以上都有養成理想的話 如果得分穩定不下來 球場沒有改善 Garland迅速水掉也是可能的 只是作為NCA名帥的Billon 體系雖然稍前單調 但非常重視正確的傳導和走位 這不僅cover了Garland目前的許多缺陷 我想也讓他成才的機會大上很多 另外就我來看 Garland這種後衛要打得好 最好是配張另一名能控場的23號球員 同時騎士 要妥善發揮到得分爆發力的話 最好也像老鷹那樣 早來能掩護他防守的側翼 而這些條件 目前騎士的陣容配置是完全不符合的 這也反映在實際的比賽中 Garland和Saxton沒有什麼配合 都是各打各的 Osman也無法替Garland 分擔攻守上的持球和防守掩護的責任 也難怪騎士公開宣布 除了今年新人以外 全隊都可賣啊 而到底 未來他們能不能替Garland打造出屬於他的陣容呢 還是打造到一半 發現更好的艦隊核心後 就會把Garland扔掉呢 我想這些也無疑會劇烈左右著 Darrius Garland未來的生涯 只是這也就不是我現在能去預測的了 好的 那麼新秀觀察第二篇 在這裡結束啦 下一篇呢是Garland Colford 和Coby White Gun這點閱率一定爆更低 就還請有興趣的各位 期待啦 那麼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 再見囉 字幕了解 W先別推博的 記者 我們更記住